所以科学家告诉我们 同样一个道理 我们的念头 可以把地球灾难 转变成化解掉 真能做得到 这一桩事情 亡古到今天 你看历代的祖师大大都说 静随心转 外面环境是跟着心转 风水家也说 风水也是从人心转的 这个地方风水暴地 如果这个人住在这个地方 心不好 行为不好 他住上三年 这好风水变成坏风水 憋了吗 这个地方风水不好 但是这支住的人好 人都是善心善心 住上三年 这个地方变成风水暴地 所以这些风水家 他们认为 这出家人都了不起 所建寺庙的地方 全是风水暴地 其实他说错了 出家人 几个等的风水 几乎没有啊 而是出家人 心好 行为好 没有我念 所以他到那个地方 天天念佛 拜佛 送金 都是善心善心 他住在这里 他住上三年 这条风水就变成坏风水了 是这么个道理 这就是说 物质现象是从念头来转的 念头有这么大的能量 这是最近三十年 被这些量子力学家证明了